寒冷的冬天 大部分的人都會穿上羽絨衣來保暖 但是你知道嗎 頂級羽絨服品牌 Monker Layer Canada Goose 這一些動輒數萬元的 高級羽絨衣原料呢 其實都來自台灣這一家 隱身在桃園鄉間的百年羽絨茅廠 疫情前全集團的年營業額呢 高達60億台幣 一年加工所生產的羽絨原料呢 最多超過7000噸 相當的驚人 這一邊的話是進貨的地方對不對 對...它是儲備 這些原料都是經過初加工之後 因為在台灣順土順金 對 所以說基本上呢 有些東西都在外面 把它做初加工 我們剛剛看到呢 雖然它初加工過之後呢 但是它還有 維繫的塵埃跟一些東西 我們必須把它倒精緻 因為這個東西要拿來蓋油 而且它是有機物 所以說要經過我們把它水洗 我們所看到的呢 這個叫水洗機 對 它整個都不鏽鋼了 然後在裡面經洗 經洗到透視度 工業標準是60公分 但是我們可以洗到1000 就1米 透視度到1米到1米2 好不好 然後在裡面抽水 抽水之後呢 然後抽起來在這邊 準備了進去烘乾機 它是用蒸氣來烘乾的 它溫度可以達到120度 到240度 所以說呢 它是基本的殺菌 剛剛從那邊原料那邊進來以後 我之後就都沒有看到羽毛了 對 都是用管路 它全部都只有管路了 對... 所以從那邊它都自動了 它就直接收...吸取了對不對 對 那這些是在做什麼 沒有啦 它這個乾燥出來 乾燥出來 反正要拔掉 羽毛已經打開了 對 打開完之後 它經過這個cycron 重心的眼裡 有些比較重的東西 或者毛片 它就會掉落 還讓它轉過之後 萬一有雜物的話 它就會存跡在下 就會掉下去了 因為它在乾燥的時候 還有有點濕氣 雖然乾燥了 好像一樣 我們頭門熱熱 水乾 等於它還會濕不濕 經過這一些東西跑過之後 會讓它比較容易打開 這個再拉到冷卻氣去 它在冷卻的時候 那個... 因為鴨跟鵝 它會在水裡游戲 對 所以說它會把一些 那個沉浸再打乾淨 所以說基本上 整個加工流程 都是非常的衛生 也有一個高溫 所以說一個好的羽毛背 你的加工非常的重要 台灣羽毛的加工技術 可以說是獨步全球 河龍從一開始的洗脫 烘乾到冷卻去除雜質 幾乎都是機械化生產 台灣一年的羽毛出口量 高達一萬一千噸 加工產值高達15億新台幣 羽毛出口量 佔全球總量的四分之一 在民國八零年代 台灣山納羽毛家族 曾經聯手吃下全世界 30%的市占率 造就了長達35年 台灣羽毛加工亡國的 輝煌時代 如今羽毛加工榮景之載 三那家族各在不同的領域 有所搭載 光榮實業的三家 化族成衣寶芝 美麗華皇家 則是轉往房地產來發展 目前僅剩下河龍成家 仍專精本業 以羽毛加工為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台北市的宅家宅二 都是自己宅啦 沒有像中央市長跟你宅好了 所以說宅完之後 那些小販就沿街去吃 有酒乾 沒糖果嗎 對... 然後收一收 收一收再賣給我們 在會長早期的時候 就是再把它曬乾 跑到那個台北河 台北河河畔 因為我們當初在大稻埕 就到那個河畔去 請人家把它曬乾 然後再去用手去挑 那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人為了控制物資 所以說在北投成立羽毛工廠 那時候才有羽毛工廠 那因為我爸爸是受日本交易 那他對羽毛比較熟 所以說他就去被派到那邊 幫日本人經營這個羽毛的工廠 所以早期其實台灣是沒有那個技術的 就沒有水洗的技術 沒有... 所以我們只是把原物料 整理好以後賣給了日本 日本當然也會收購而已 對 收購 會用羽毛是歐洲跟美國開始 日本在1970年他才知道 用羽毛背 羽毛餐廳 台灣的紡織業在1960代1970年 開始要做羽毛獎的 台灣在早期是專門在做羽毛獎的 那那時候我們就開始研發 但是研發一直都沒辦法成功 後來我堂哥從德國進口的機器 然後當初也不能進來 在基隆關我們把土抄來 然後在台灣開始製造 第一部水洗機 所以說那個時代是在1973年左右 所以1973年到現在 我們自己擁有了所謂的水洗的技術 然後現在變成了全世界 最大的羽毛的供應商了 對 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 日本它需要大量的羽毛背 然後又需要好的品質 那當初德國的品質最好 但是後來台灣生產的顏料 就是品質超越全世界 成立於1908年的河龍毛場 在大稻埕起家 至今已經有114年的歷史了 身為家族第四代的陳昆耀 在32年前呢 接任了河龍董事長 他不諱言地說 自己是小孩兒子 當時連想都不敢想 會接下河龍毛場 但因為父親重病 哥哥們搶著分家 自己也是在接下台灣河龍場時 才知道資金缺口 高達了4億台幣 為了不讓母親丟臉 他便賣名下的財產 保住了公司 當時陳奎耀不僅附在上帝 同時呢 還得面臨離職員工 低價搶單的壓力 為了充事業 他讓妻子帶著兩個兒子呢 移民柳西蘭 自己一個人拎著一腳皮匙 跑遍全球 和河龍屠宰場多感情 只為了尋找更多的羽絨原料 1994年 總算等到一張500噸的救命訂單 河龍加工的羽毛 獲得美國紡織大廠 Pirotex的青睞 從此打開了歐美市場 業績轉虧為盈 這已經要出去了嗎 對… 這是壓縮包 這在地上都是羽毛嗎 對… 這不太重 對… 人家不是說青乳紅毛嗎 沒有 但是因為很貴 那就是到底是一樣 你看到這壓縮 它打開的話 它的空氣的膨脹 可以達到600倍 另外一個 送給它 我們可以儲藏很久 以前早期呢 美國國防部 每年要採購 500噸的戰備物資 因為萬一遇到 韓代要作戰的時候 經濟 就是要把這些運過去 然後一打開 就可以睡覺了 像你們現在在進這些 原物料的時候 會不會有市場上面的一個波動 波動很大 第一個一上價你買不進來 那你拿的價錢是以前的 比如說你拿到一個訂單 本來是16塊美金 但那可能漲到30幾塊 那你就要1公斤就要賠20幾塊 波動會那麼大 波動會那麼大 那影響它價格波動的是什麼 那個攻擊跟星球 你怎麼樣去掌握到了 那個市場上面的波動 我知道你比較厲害 沒有啊 就是勤 你要勤好 你要判斷呢 對啦 判斷你的 判斷了 這個不能更告訴你太多 羽絨是地球上最輕的 天然飽滿素材 平均一隻鴨或隔 可被在利用的部分 大約只有300克的羽絨 非常的珍貴 所以被視為軟黃金 陳昏耀對於購買原料的時機 也相當的眼光 2003年爆發情流感 國際羽絨價格大跌 他卻一口氣砸上了兩億元來收購 原因是他認為鴨毛 在經過了高溫烘乾之後 已經滅絮了 不會受到影響 結果這樣一個堵住 讓陳昏耀在疫情過後 各國籍區陳昏原料的當下 大戰力量 這個籍區是利用流體力血的 解釋 後面它有一個抽光機 鴨毛倒下去之後 然後它產生後面開始抽 它就有一個流體力血 好不好 然後輕的就會一直往後倒飄 然後重的或者大一點 它就留在前面 然後四等的在中間 然後最後面的跑到後面 大家仔細看一下 這應該是有三層樓高 你看這邊上面 好像有微微的透出光來 你看它那個羽毛居然可以飄到 那個最上面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 那個大概已經有三層樓高了 然後它再往後面飄 等於是說品質最好的 會落在最遠的地方 是這樣嗎 對 為了維持羽毛的品質 陳坤耀除了講究 每一個金加工的過程之外 也構置這個全台灣僅有的分毛機 來做羽毛分級 不同重量的羽毛 經過大風一吹 漂越遠的越值錢 分級好的羽毛 接下來還得經過高規格的 頻管審查 我當初加入河龍保障 是在1975 當初沒有真正的化驗人員 也沒有化驗人員 就是工人坐來 叫過來 主管在那裡 一起來化驗這些事 後來我覺得 這樣不對啊 對不對 也沒看過 只是說自己說得算 後來這些誠意廠 他們說美國FTC 就是聯邦調查的standard 我是第一個到那邊起經 起經完之後 就是後來再回到台灣 才幫台灣河龍馬上建造這個體系 那因為當初台灣的鴨根鵝呢 它是就是沒有時間的 就是家裡養 所以說當初的品質是非常...好 後來我長大之後呢 我加入這個資料桌 才知道台灣的鴨根鵝早期的長 可能跟華國有關係 所以說呢 後來我又到歐洲去的時候 才知道幹嘛 沿來吊吊龍是這樣子 我非常小的時候呢 我爸爸帶我們到工廠來 在工廠 當初的我們工廠是在旺華 旺角 然後去看魚龍 然後從那個... 冬天從那個機器 我們剛才會的基金打算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事實上台灣也是吊吊龍的故鄉 後來是因為我們沒有便宜的人工 所以說我們就忘記這個產品 你知道那個總裁一邊在講 一邊在... 在揉那個羽毛的時候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他的手的那個動作 他非常非常的揉順的這樣子 一直的揉下去這樣 事實上這個都有 各行各業它都有技巧 我剛剛在講說 他的蓬鬆度 對 事實上我可以壓得更小 對 好漂亮喔 你看他 你知道 整個就在一起 可以...可以偷鞋 對 你要看到我手怎麼抓嗎 左手上去 捏下去 右手上去把它捏下去 對 再把它捏下去 對 再把它捏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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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捏起來了 鬼球 現在老了 剛才的手路到河龍馬上來了 我們當初沒有機器 打包都是用手 用手下去 我們抓…這樣可以抓羽毛 這樣抓16公斤 它叫做釣釣龍 釣釣龍 它其實是牠的鴨子的名字 是不是 不是 釣釣龍是牠本身的 品質的結構 就是在... 基本上在冬天 冬天它才產生這種勾狀的東西 為什麼呢 冬北季風雨來 你看 釣不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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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牠的小鳥 牠的蛋才有辦法補 這個是極品 這已經算是極品了 對 然後極品中的極品 就是大家一直在... 一直在講的就是這一團 這是所謂的冰島燕鴨 這也是鴨毛 對...這是冰島燕鴨 來 你把眼睛閉起來 手打開 不要張開 對 好 可不可以要張開 好 張開 你應該沒感覺 張開...應該沒感覺 完全沒有感覺 牠連碰到的感覺都沒有耶 但是你只要在幾秒鐘 你就會覺得... 手勢軟 熱的 溫的 溫的 是溫的 怎麼那麼特別 牠...牠完全沒有什麼重量耶 那種... 竹釣魚拿那邊好不好 釣釣龍的... 我們把它... 試驗一下 你那個... 沒關係 我們試驗一下 來... 1 2 3 你看 釣釣龍 牠雖然已經會勾在一起 但是牠還是有一些地方的話 牠是沒有辦法勾的 但是冰島燕鴨的話 所以牠跪在這裡 牠跪在這裡 一顆熔都沒有飛走耶 你看牠多厲害 為什麼 什麼 因為牠在冰島 然後跟北極千 跟加拿大 因為牠... 那牠會走小... 那個小鴨 小鴨就死掉了 對 我們先說一下 這塊魚也這樣 差不多這樣 我笑了 價值多少 看是幾千塊美金那個 你看喔 幾千塊美金喔 光是這樣子的話幾千塊美金 牠比那個黃金還要來得貴重 然後最厲害的就是說 牠們聽說要取這個冰島燕鴨的 牠不容易對不對 牠是你要有執照 看到那個冰島 冰島野燕的地方 然後牠幫牠整理 整理完 只能起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三十 牠要把它整理乾淨之後 放在那裡 然後只能起到百分之七十 其實回來不是這樣子 還有毛片 還有草根 還有什麼東西 很髒啦 牠們自己作修 你知道嗎 牠們會把那個冰島燕鴨 自己作那個巢穴 然後牠們會用自己的羽毛 作巢穴 可是牠們要取這個羽毛呢 牠不可能去那個冰島燕鴨的 身上去拔那個羽毛 對... 也不可能殺牠 都不行 你只能到牠的巢穴裡面 去取牠的 作巢的毛 然後作巢的毛 只能取百分之七十而已 所以牠非常非常的珍貴 對 夏天 然後牠才會回來繼續 很多人都知道 沙皇他們都用這個 沙皇都用這個 對...早期的 到目前也是歐洲人都是一樣 這個可以傳家之寶 牠這一個東西就是 你可以很淺顯的看出來 牠這個是有一點像出製品 牠的皮屑比較多 然後牠那個就是比較精緻的 你看看到沒有 這個的雜質比較多 牠們為什麼要這樣子挑呢 就是最價值的東西在哪邊 那用比重來講 看牠是多少 然後毛片是多少 然後來決定牠的價值 仔細從紙杯裡頭 一根一根的挑出羽毛或是羽絨 甚至是絨絲 雜質 都要分得清清楚楚 這裡的品管人員 必須經過至少六個月的專業訓練 除了眼力要好之外呢 還要有過人的耐力和氣心 因為光是一個紙杯的取樣分量檢測 就得花上一整天才能夠完成 除此之外 不論進出貨 原料都會取樣化驗成分 彈性 水質 核分等等項目 以確保品質達到標準 符合客戶的需求 這是上次出的貨嗎 對 你要看這個東西 你可能要放在那邊三天 才會看得準 你現在拿出來的時候 就看就比較 比較不準 這個毛片比較細 冠希枕頭哪個好 要支撐度的話 或是成分的話 就是用毛片會比較大 我跟你講一定是這個好 真的嗎 為什麼 不然你去逛逛 我跟妳保證一定這個好 而員工仔細討論著 剛進貨的原料 一旁默默聽著的 是河龍毛場的第五代 2015年 陳坤耀把企業交棒給 年僅35歲的大兒子 陳彥晨 比他當年接手台灣河龍時 還要年輕 他認為交棒和傳承 最重要的就是放手 要讓百年的傳統產業 永續經營 就要勇於創新 現在的董事長 第五代 他們也一直在做很多新的產品 好不好 那現在也是不宜公開 要偷偷地講 因為這是他們的商業機密 這一片的話 它居然是絕緣的材質 但是它全部都是羽毛 以後會放在那個飛機的座艙裡面 這全部都是羽毛 一整片 一片 你現在在看的事情是 我們像是化鮮事業部 對 那化鮮不是羽絨原料 但是它也是一個好的保暖素材 那就是說 我們現在已經把公司的定位 重新定位 本業羽絨要做得很好 這是應該的 部分來講 我們重新設定一個 所謂的保暖素材的專業提供商 那我們就跳到化鮮 化鮮這個領域 那這個市場就再往外 多花了一圈 其實你在很小的時候 在紐西蘭念書 念完書以後 就是進到河樓以後 跟在爸爸旁邊 是 在那邊一起學習 那甚至爸爸那是很狠心 直接把你丟到了 黑龍江 去蓋一個工廠 你知道黑龍江 是冰天雪地的地方 對 是 去了 沒錯 活著回來 沒問題 就是說 要去黑龍江 去那邊蓋一個工廠 是要幹嘛 都不知道對不對 就去了就對了 好 去了 然後就開始 跟地方政府的政府官員 開始去設立這家工廠 要做什麼 其實 會成造成一個作為說 做中學 對 學中做 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那就 運氣還不錯 運氣還不錯 也算是有認真 所以說就學到很多東西 但是我必須說 第一件事情回家裡公司做 一開始就有使命感 在中國大陸的話 08年的時候 你們其實遇到了一些波折 是 那包含像是安慧廠 安慧廠的話 甚至連裡面的員工都出眾了 當時你們是怎麼樣化解 那樣子的一個挫折 整個故事說來很長 但是就是說 我父親當然說 用人不宜 敵人不用 我雖然信任你 對不對 可是我把所有的權利 都交給你的時候 沒有辦法監督這個人的行為 所以說部分就出事了 安慧廠就這樣子 算是被 叫做侵占嗎 還是這件事情 但到頭來就是學到一課 那你學到一課之後 就是說如何以後不要再 不要再犯 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一個 相對對我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人生體驗 人生經驗 我們學要做的事情是 把事業經營得更好 有些地方跌倒了 可是你一直看著 跌地上這個洞沒有用 對 重點是你站起來 趕快把你受傷的地方敷好 這個就包紮好 然後往下一個地方走 2008年 河龍創立100週年 陳彥辰陪伴著夫妻 走過這一切 夫子倆還投入了超馬運動 甚至一起征服四大吉利賽事 陳彥辰接任董事長之後 也自創品牌 因為有豐富的羽絨原料資源 他結合了科技和大數據 提供客製化的景趣 和更好的客服體驗 這邊有一個CAS台灣原產 百分之九十的白鴨絨被 是 百分之九十喔 羽絨 羽絨含量 羽絨含量 是百分之九十的 那我看一下這邊的話 最高的 應該就是百分之九十對不對 有九十五的耶 九十五是鵝絨 九十五就鵝絨了 鵝絨又更高級一些對不對 那我可以試看看嗎 這兩個 這個 它很薄耶 它很薄啊 但是並不是它厚就好 對不對 就是說你買一件很厚的配置 不適合你每天蓋到睡到流汗 對 重點這不是一件好事 對不對 我們是希望說消費者 重點是這樣 我們不是賣被子 我們是希望說 藉由我們的服務 好不好 消費者能夠有更好的睡眠 當時我決定 重新再出發 品牌再出發 跟在台灣買不到一條好的商品 很有關係 對 就是說我發現在這個市場 就做完試調一圈之後 台灣有很好的原料 跟很好的技術 可是消費者很難在市面上 買到一條好的商品 這也很奇怪 對 沒錯 我們一直講說 我們其實是羽絨的一個 大的供應鍋 然後可是我們自己反而 用不到這些好的東西 所以說我覺得說 當時是覺得說 如果是要讓台灣消費者 也能夠享受到 享受到這樣子好的商品 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必須要做些什麼 對 所以說這個部分 跟這個初衷有關係 你剛剛在講 就是說我很說 是不是有什麼創新 對 那我不敢說這個是一個什麼 太神奇的創新 我們在每條輩子裡頭 都有一個晶片 晶片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不會去監督消費者 到底在講什麼話 幹什麼 不是 它這個晶片比較像身分證 晶片它只有 它只存在一個叫做紀錄 像身分證一樣 董事長您接班以後的話 有沒有對於未來產業上面 的一個規劃 以及說 台灣在羽絨產業上面的話 未來要走的方向 到底是什麼 如果說是針對台灣島內的市場 來說的話 我希望說 大家要有一個共識 就是要把品質做好 因為現在市場上面 充斥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因為這些劣質產品 對於好的羽絨商品 也綁住了你知道嗎 所以說台灣的羽絨產業 或是說對羽絨產品 喜好的消費者 我們希望說 藉由大家的努力 來好好的把這個 把這個真正的好的價值 傳達給大家 再一次 事情 就會這麼特別 你怎麼這麼講 對我來說 我會這樣說 講前口 可以哪裡 我可以有 pai 還可以 我們就來 我們還是會